从小就是一个特别爱折腾的女生 有过两次创业经历 带给我很多的收获和成长 因为游历了14个国家 20个城市 让我对事情有更高的一个包容度 增加开放的一个心态 足够辽阔大气 才能遇到足够你时辰的大海 杨瑞芬女27岁河北人 中北大学硕士英语专业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2位老板还有三位HR老师 涂雷老师好 我是杨瑞芬 名字是瑞典和芬兰两个国家的前两个字 来自河北邯郸 现在就读于中北大学研究生院二年级 英语专业 从小就是一个特别爱折腾的女生 有过两次创业经历 在今年的二月份 刚刚参加完了中北大学的交换生项目 留学欧洲半年 期间游历了14个国家 20个城市 今天来到菲尼莫属 想求的一份管陪生 或市场方向的工作 谢谢大家 杨瑞芬 像你所说的瑞典和芬兰的合称 但是你却去了波兰 对 为什么去波兰 因为学校跟波兰华沙那边的学校 有这个合作项目 交换半年 交换半年 对 半年是留学 但是我们选的课程特别少 期间去 主要是去欧洲的各个国家 去玩了 去玩了 对 去了14个国家 你去波兰有没有什么难忘的经历 有 去年2015年的10月份 中国和波兰市建交66周年 中国的军舰访问了波兰 格丁尼亚这个港口 当时我们作为留学生代表 是去参观了军舰 在我第一眼看到中国国企业 包括看到中国军人的时候 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 就是我第一次那么强烈的感受到 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 对 那是第一次 我们这里很少来英语 专业八级的人了 我这样 我准备了一段 一分钟的英语演讲 好 来 一分钟 各位名女士 and gentlemen I'm very glad to stand here and give you this speech My topic today is on the way to build a better self The other night as I saw the moon ling over the land My mind was filled with songs I found myself humming softly And I saw the better in me Smile a little more Feel a little more Love myself a little more And take good care of others a little more So No matter who we are What we do And where we go In our mind There is always a better self To look forward A better self Worth of effort To build Thank you so much 为什么要准备这样的一段演讲 首先我是英语专业的 我必须要体现自己的专业能力 其次 这一段英文演讲 是我研译的时候 参加研究生院 英语演讲比赛 得到了冠军 而且这份稿子 它的内容说的是 我们远远都在做最好的自己 所以这个稿子的内容 跟我内心的想法 也是相匹配的 其实你是个挺感性的人 说任何话 眼神当中都想传达一些 情感上的感情 对 包括我感性到 刚才在下面 看见图里老师的第一眼 我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因为我不知道 看着我想哭 对 我刚才刚到那个 我是长得有多惨 不是 我是看了您好几年的节目 包括爱情宝贝 宝贝战和 非你莫属 然后 刚才我不知道 你已经站在那了 然后我一回头 看见你的时候 然后有一种 特别熟悉的感觉 然后我就一直盯着你看 一直一直盯着你看 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你 我怎么感觉 后面发凉的感觉 到底有多喜欢 像哥哥 像父亲 像人生导师 是来应聘的呀 以后找男朋友的标准 也是这样 哥哥老师没有那么大 顾佳爱老婆 那粉丝全面会 像风像雨又像雾 你这个不像夸徒脸 你说徒脸长得这么穿越 又哥哥又父亲的 因为我没有哥哥 真正的爱 真正的爱都是这样 你们这些人真是 喜欢你们就行 喜欢我不行 当然行 我们是在 在这欣赏的眼光 看着一切 我们头一次见 这么喜欢徒脸的人 我觉得是吧 对啊 特别感性的一个女生 她刚才确实是 眼泪多旷而出 虽然我不知道 这种感情是从何而来 我们可能从来 没有过这样的感受 但是呢 确实可以证明 她确实是一个很细腻的观察 作为事物的人 Frank 给一个建议 因为你现在 来到现在为止 英语好像都是 你给自己贴了一个标签嘛 专八什么冠军什么 但是英语口语 其实有时候有点生硬 这个我不得不说 所以我觉得说 最好展示别的能力 外语是其中一项 好 谢谢 来 你的心情要求是八千 是吧 有地狱限制没有 第一项是想去上海 其他城市如果有合适的工作岗位 也可以考虑 也可以考虑 来第一轮选择去活力 坚生我有牌 谢谢 来 PPG 在学习方面 我拿到了四次一等奖学金 英语专业八级 保送本校研究生 然后校园活动 是多次获得各种比赛的冠军 省级优秀学生干部 半年的海外生活 走过了风景 遇见了人们 经历了故事 我内心一直告诉自己 以清诚独特的视角 观察这个世界的是非与善恶 那么我着重享受一下 中间这张照片 这是我在西班牙的马德里 太阳门附近 那是一个特别繁华的街区 在一个角落里面 有这样一个人在摆地摊 我在朋友圈 曾经以这张照片为例 写了一句话 繁华角落里的一眼酸楚 那个瑞芬 你觉得你的PPT做得好吗 我觉得永远有进步的空间 瑞芬 我为什么问你PPT做得好不好 你看你自己创过业 对吧 还跟别人联合创过业 又有过工作 拿过八千块钱一个月的工作 你也做过 对吧 然后你也有兼职经历 在这里头没有体现 那你今天来找工作 对吧 本来就局限在一个上海 对吧 那你又不把自己的能力展示 也可以考虑其他城市 创业方面 是我不想放在PPT里面说 OK 那你的职业规划是怎样的 你为什么不愿意放在PPT里面说 因为我觉得创业的事情不是一张PPT里面 就是简单的几句话 可以把你整个的这份经历可以说清楚 那怎么说得清楚呢 我就是打算就是如果有老板问的话 我在现场给说一下 可是你知道PPT作为第二个环节的开篇 往往是引导职业 来来来这样 我了解了解了解 你啊 你就是把太多的生活当成了戏了 你就是太诗情话意了 你的语言诗情话意 PPT也搞得像油画似的 但今天是来 这边正好像你吗 我不是这样的 但是你今天是来求职 找饭碗吃饭的 所以多多少少谈点实际上的事 回答大家的问题 能不能告诉我 来王刚王刚 能不能告诉我 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 首先我想找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平台 从基础做起 然后我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想做一个职业经理人 有你特别感兴趣 我关注的行业吗 王刚你问这问题特别有价值 100个应届毕业生 99个会用你这种方式来回答问题 谁不想找个好平台 谁会说我想找个差平台 我一定要从最高做起 以后未来我不当职业经理人 我就要当基础员工 所以你的回答为什么 就跟你的PPT一样 而且是什么 不出传你要八千万元 什么样的职业经理人 对吧 你要解定很清楚 你说的是一个很宽泛 模糊的概念 更具象一点 什么样的行业 什么样的岗位 具体做什么 行业我想因为 我现在基本上算是一个职场小白 没有很正式的这样一个工作经理 虽然做过很多的兼职 包括也有创业活动 所以我想接触 那你是不是觉得八千也高了呢 我可以接触不同的行业 我觉得这样吧 抓紧时间 先说说你那创业的事儿吧 来 Frank 我正想说一下他创业的事儿 其实我叫老板要细心看他那个简历啊 他第一个所谓的创办人 乐乐英语培训班 对 那才一个月 那是暑假期间创办 对 其实就是一个月 对 严格来说是一个活儿 对不对 就不能算是一个创业 当然在这形式上面它是一个创业 但是我觉得大家不用太苛刻 就是刚好在这有这个暑假的机会 我觉得您有点就是空那个字眼了 薛琳老师 瑞芬啊 我在 瑞芬啊 你听我说 稍等 无所谓 你可以批评我 但是我的确是挺抠直言 不过我在帮你 我明白 我真的在帮你 我明白 但是我也要说明我自己的一个这个想法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说用创办人的这个态度去看的话 我觉得可能有点太重 对不对 好 现在再说 如果不是他这么评判你的话 对你来说是不公平的 或者是会吃亏的 乐乐英语培训班 是我在高考毕业那一年 丑办的 是在我的家乡 那会儿是从前期的策划 宣传到中间招生 包括整个这个教学 还有后期的所有东西都是我来做的 招生人数达到了是差不多60个人 然后我一个月挣到了有八九千块钱 当时是招了两个老师 除了他们的工资和我前期的这个投入之外 剩下我自己挣到了六千块钱 是高中毕业那一年 就做了一个月是吗 对 所以你觉得他是个活还是一个创业 对于那个年龄的我来说 我觉得那是我创业想法的一个启蒙 还是可以算一个项目 你算是个项目 就是你21岁了 有点短没什么可聊的 杨瑞芬呢 看起来蛮优秀蛮出色 自己的经历也挺多 也创务业 但事实上呢 在整场面试的过程当中 你找不到他除了英语之外的 特别强的这种专业的强项 如果他不是应聘这种英语应用的专业的话 对于其他的老板来讲 还是蛮难决策的 瑞芬你给人的感觉非常戏剧化 感觉这不是一个招聘舞台 是一个你的展示舞台 所以你一直都在展示你最优秀的一面 其实我们招不住任何干货 所以我想问问 在你最短暂的人生中 你有没有碰到过什么挫折或者困难的事情 你是如何处理的 碰到过 肯定会有 毕竟也二十多岁了 肯定会遇到过很多困难 说一件最难忘最深刻的 近期的一件是在 出国的当天 本来学校这边包括 已经告诉我们 当时在机场那边有人接机 然后所有的住宿情况都已经安排好了 但是我们到了华沙的肖邦机场之后 等待了六个小时 没有人过来接机 然后我们连续住了一个礼拜的酒店 我觉得这件事情刚到国外吧 这就是最大的挫折了是吗 也不是最大的 有别的 但是我不想谈 他以为他是薛宝钗 他不过是个林黛玉 他更多的话语为什么是描述 为什么是展现自己的一些诗心画意的一面 这是他长久以来面对世界的方式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纠结 这个林黛玉那个人物形象 反而我觉得是在夸我吧 林黛玉最起码当然比较漂亮 我想用一句话来点评一下 这一场我们进行了很久 包括瑞芬 其实我们很努力地想挖掘你身上的亮点 同样其实我也是一个 曾经在国外留学了五年回来 我想对所有的电视机前面的 海归的朋友们说一句话 就是说出国可能是可以给你增加你的精力 但不代表是带给了你能力 如果你想把精力和能力画等号的话 你真的要实实在在地去做一些事情 去总结一些事情 去倾听别人 更多地去锻炼自己 而不是去秀自己 没有了 第二轮选择许可流 还有八盏灯来听下他们推荐的事 从黄金明开始 谢谢 我们给你的岗位是招商加盟专员 让我们在全国招合伙人 谢谢您 医学教育的我们的这个市场销售 经理的这样的一个职位 那么你可以到在上海为base 然后到全国去做一些这个销售的 而且是比较高端的销售的工作 在上海 好 我给你的岗位呢 是我们上海分公司总经理的助理 然后工作地点在上海 谢谢您 给你一个我们加盟连锁事业部的管理培训生 那目的地可以是上海 也可以在北京 谢谢您 周琦 中北大学以前叫华北工学院是吧 对 这里 我们是校友 我比你大久见 你好 我应该算你师叔了吧 如果按照年纪算 师哥 帅气的师哥 我希望能做我这边的总裁的这边 总裁办的一个管陪生 这是我能提供的一个职位 谢谢您 我们梅尔木眼科医院呢 给你的职位是管理培训生 工作地点呢是在北京 谢谢 谢谢 发展灯灭六 六二 记清楚了吧 记清楚了 去吧 谢谢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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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喜欢你 谢谢 非常感谢你 有请李昊阳 周琦 谈钱不闪感情 这个难度好大 我这师哥 这个 她的选择再次盛名 她是林黛玉 不是薛宝针 她会选择懂得欣赏自己的男人 我想做薛宝针 9000加 9000加 6000加 来 有什么问题可以问 朋友印象的薪资最后这个是订了吗 就是6000吗 我觉得你的薪水其实对你现在来说不是最重要的 你的未来的发展其实对你来说最重要的 而且我们的工资是可以三个月一条的 对销售岗位来说 三个月就可以一条这种 所以完全是根据你的业绩来去订薪水 谢谢您 你边说她眼睛边往这边瞟 你还能一直讲 很执着 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 谢谢 说了也白说 我说了她是林黛玉 来 15秒 维果部落 朋友印象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维果部落 谢谢师哥 我今天的表现是正常发挥 至于他们为什么说我 像林黛玉或者多愁善感 也许今天在场上表现过多了 但是我本人在 我觉得在场下的话 尤其是在以后的社会工作当中 还是会比较理性的